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做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西部的一个花园 这是一个男人的花园 所以我们用的色调为了和老爷爷的搭配 所以我们在植物的选择上面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的对比度很低的一些植物 然后主要的颜色都是以银色或者是这种色调的感觉去做的 包括像这棵亚麻 看这棵亚麻整个色调是银灰色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招物草然后薰衣草 然后这个是林业菊 这些都是做了一个组合的一个小推车 然后这个亚麻如果开花的话 它是蓝色的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在我们江浙户地区这个植物既耐旱又耐寒 露天过冬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然后这是一个小花 然后这边有一个我们做的一个小地台 小地台的话有尤加利 大家看到尤加利 然后有一些树根服务卡 这有一颗尤加利的小棒棒糖 然后桌上我们设置了给大家打卡的一个场景 然后整个这边的风格就像是20世纪60年代 一个美国的工人或者是他回到他的家 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喝啤酒 看这个是一个复古的啤酒杯 它可以躺在这个摇椅上 然后做它的一些园丁的一些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给大家打卡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小细节 包括66号公路的一些牌子 等等之类的一些美式风情相对比较强的一个设计 然后就在这一块 然后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植物 基本上是与这种复古的铁皮的这些元素为主的 然后我们大家去看这边有一个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绿皮车 就是这辆凯拉克了 这辆凯拉克它现在保养的很好 它还是能够行驶的 但是在中国它是不能上路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我们花园的另外一边 这边有一个用我们的烟草做的一个小景观 那相当于这种西部的这种感觉的一个植物的一个景观 然后我给大家准备了手捧花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拍照的一个打卡 那除了这边的这个设计之外呢 我们这边有当时60年代的一个油桶 当时淘金嘛 然后油桶等等这些的一些设计 所以是跟我们的花园的主题相称的 之后后面呢我们用了一些龙蛇蓝 就是这两颗很大 是我一个朋友对我们这个花展做一个支持 从它那里挖来的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网红蓝柱 大家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想买的这颗比较大 蓝柱的话它下面的话它会有个渐变色 它如果从这个地方发新芽出来它是蓝色的 然后它就是新的地方是蓝色的 但是实际上它老的地方的话蓝色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网上大家买的时候可能可以买一些小的 然后在家庭做室内摆设也是可以的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好养的一个植物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巨型的一个仙人柱 在这里的话是三米五高 是我们能够进场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仙人柱了 那原因是这样小伙伴们 欢迎你到我们自己来打卡 也欢迎大家来淘宝长城守地的中国花园 谢谢大家